这就是未来利用混合线使查看CAD文件该有的样子 Meta的几位硬件工程师共同开发了一款名为Caddy的应用 帮助用户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实现CAD设计的可视化操作 你可以查看3D模型的横界面 利用爆炸试图细分的检视每个零组件 还能进行长度仓数的快速测量 现在Caddy可以直接在MetaQuest Apple Lab商店免费下载体验 目前Caddy是可以多人协作参与的 但只能通过快载头型的手势接种来操作 不支持使用手柄 Meta未来会完全开源Caddy的代码库 以便任何第三方开发者都能够快速使用底层的功能 推动它们在未来构建出更加完善精细的混合线使硬件设计交互体验用力 由于这款应用还是测试阶段整体比较粗糙 接下来为大家初步的了解一下 在Caddy中如何使用各种手势进行实操的基础交互 VR虚拟的但体验真实的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网络 我是你老朋友宅老师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个Caddy里面 我可以看到在你眼前的是出现了几个窗口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中央的这个正方形的窗口 它有一个操作指引图示的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你就可以出现一个基本操作的一个图示案例 我们就可以沿着它的这个显示 来给大家一一展示一下 它的手势具体如何来操作 首先我们先选定一个模型 这边它默认给了我们一个Quest 3和Quest Pro的模型 开发者是说你可以导入自己的这个文件 但是在它的这个整个操作说明里 并没有明确的标注出 你应该把这个Caddy文件放在哪里 那我就先用这个Quest 3和Quest Pro来演示一下 第一个最简单的手势就是刚刚这样用食指直接捏嘛 现在第二个手势呢 就是你用你的食指中指并拢 两只手一起 然后拉开 好像施法一样 就可以开启这个爆炸视图 这样你就相当于把整个模型给分成了嘛 你可以直接拾取某个特定的零组件 拾取之后 它的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金色 你就可以把它单独的拖出来 一一详细的去查看 如果你觉得自己拿来拿去已经把它搞乱了 就可以用同样的手势把它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整体 第三个手势就是这样 用你的左手比出六 比出六的意思呢 就是时刻把它变成一个整体来操作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给爆炸视图给展开了 但是我拿起它的时候 它依然是一个整体 不像我们刚刚前面的操作 可以把它单独的零件拉出来 那如何再重新操作单个零件呢 就是你右手比一个六 右手比一个六的话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零组件的操作 所以你可以在不使用爆炸视图的同时 直接用右手比个六 就可以直接在 来来这个模型上面 直接一层一层的把里面的零组件给拿出来 当然打开爆炸视图呢 可以让你分层次的看得更清楚而已 接着是第四个手势啊 就是像手语当中比出一个爱的一个手势 然后你把你的手放在这个模型上面 它就会变成一种透视一样 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模型里边的零组件 这个操作还是蛮直观的 第五个手势呢 就是用你的两个手掌比出一个三角形 这是一个位置回正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位置比出这个三角形 那这个模型呢 就会出现在你比的那个位置 非常的简单 那接下来是第六个手势啊 第六个手势是如何进行这个测量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模型放大一点 这样好让大家看清楚 开启的方式呢 就是你的大公指和中指一起捏住 它就会出现这个测量的一个线条 但是我觉得用手势最终来进行测量呢 就是不太精准 就是你左手和右手分别在起点和终点嘛 所以你自己笔画的时候 老是会觉得有点跟不上 比如我现在竖着测量 我手一松它就有点歪歪捣捣的 我觉得这个测量的话 还是用手柄来进行这个标注 会显得更精准一点 接着是如何使用画笔啊 在你的正方形的这个菜单里面 打开这个画笔开关 然后还有一个辅助菜单按钮 在它的右下角我们也点一下开启 你会发现你的左手掌和右手掌 就会多了几个按钮选项 左手掌这边呢 是调整你的画笔的颜色 右手边呢 你可以调整它的粗细 然后我们连续把大拇指和中指敲点两下 那你的手指就会变成紫色的轮廓 那你就是可以进行在空中画了 画的是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一捏 就可以在空中画画 你可以对这个画笔的粗细 还有这个颜色进行一个更改 这样你在跟别人多人操作协作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标注来告知别人 最后呢是这个建造台 我现在不是把这个模型变成了爆炸仕途吗 我拿起其中一个零件丢到这个爆炸台里面 把它点击一下变成激活 它不是变成绿色框框吗 这时候你拿起任意的零件丢进去 它会自动的像这个动画一样 一步一步的自己拼贴起来一个完整的模型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就很直观的看到每个零组件 它们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比如我现在拿起这个头戴 它面积比较大 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你看一丢进去 它就自己旋转过来 然后放到了这个 它自己该在的那个位置 然后其他的零组件也是 我一丢进去 它就会自己吸上去 那以上呢 就对于CADY的一个基础操作的一个展示 因为它是英文的嘛 我希望给大家这样过了一遍之后 自己上手的时候能够更快的去了解 那我是没有讲到如何进行多人协作的 如果你自己感兴趣了 可以找一个自己的朋友 跟你一起搭档一下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陪着VR成熟 LoninVR轴圈 如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玩家交流社群 具体的入行方式 我会写在评论区 别忘了有点赞 投币 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